來介紹這一個session 那這個session是由商標看自由開輪軟體 那是由葛東梅小姐來擔當這個講者 那葛東梅小姐呢 現在是在中醫院自由軟體駐造廠 然後擔任法證研究的一個工作 那也是我們這個自由軟體駐造廠電子報 的那個法證專欄的主編 那今天時間的關係 所以我就不多做介紹 那今天就馬上進入這個session 好,謝謝佳宏 大家都可以聽得到我的聲音吧 好,沒有人 OK,好 今天時間有限 那我的題目是從商標來看自由開輪軟體 那商標這個議題 其實一直都是大家行比較少提到的 不過我覺得這個還蠻有意思的 所以我今天就選這個題目 那我叫葛東梅 我來自自由軟體駐造廠 剛才佳宏大概已經做了一些介紹了 那若是各位對我的一些背景資料還有興趣的話 可以拿到我的簡報之後呢 那上網再對我進行人肉搜索 那都可以找到我相關的資料 OK啊,就是我的QR code 好 那今天我的這個主要內容有幾個 第一個就是會 大家會想說那為什麼我需要了解商標 那商標是什麼東西 那有哪些內容 那在自由開輪軟體領域裡面的商標 它是應用狀況是怎麼樣 另外呢,最後身為一個使用者或是可能我是一個 Developer的話 我對於商標應該用什麼樣的態度來面對它呢 這些大概是我今天等一下很短的時間之內 會大家提到的一些內容 那在開始之前呢,我要先澄清一下 那其實我自己本身不是商標專家 可是只是對這個議題很有興趣 如果是在這個演講當中有一些不是那麼精確的內容的話 那很歡迎大家再跟我討論 或者說就是歡迎來跟我討論 那時間很短 所以可能就是在這中間的話 我就不會特別的請鼓勵大家特別舉手來發問 那若是在這個我演講之後還有時間的話 當然也很歡迎再來討論 之後若是會後大家還有問題的話 也很歡迎會後再跟我email來聯絡也可以的 好,為什麼要了解商標呢 第一個當然這個商標是個法律的制度 你了解它就能夠避免侵權非常簡單 第二個,你了解它之後呢 若是你可能想要有一個社群要有一個軟體 為這個社群軟體取名字的話 你能夠先選名字 選了之後你可以先去查查看有沒有人註冊 沒有人註冊的話 你想說很好,我可以去註冊的話 你就可以在法律上面也可以擁有一個非常 你自己完整擁有一個商標的 一個商標權的權利在身上 第三點,那你能夠了解這個商標制度的話 你要去註冊的商標的話 未來若是真的是有人拿相同的名稱 來做了不當的運用來損害了這個名字 這個商標名稱 然後影響到你的軟體或是你社群生育的話 其實你就會有一個法律上面的一個權利 你可以來採取一些法律措施 來制止別人做這些的行為 好,第四個 若是你的軟體自己開發軟體 未來可能開發的相當發展相當不錯的話 你可以註冊商標之後 甚至可以因此來收取一些授權金 這個是可以的一個商業的授權的模式 那最後一個呢 那至少你可以多一點法律的嘗試 好 好,那再來我們來看什麼是商標 簡單來說,法條都很複雜 簡單來說,白話來說 商標它是一個能夠區別自己 還有他人商品和服務的一個標誌 那這個是大概是從法律書上面抄下來的 那法條上面有寫說 那這個商標,這個商標法它的目的是什麼 其實主要會是一些跟商業有關的目的啦 我之前也是從法條上面抄下來的 譬如說維護消費者的利益啦 然後維護市場公平競爭 促進工商企業的正常發展等等 這個是大概從這幾個 從這兩點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大部分其實這個商標主要目的呢 是維護商業的一些交易上面的一些利益 讓消費者可以正確認識產品的商標 讓這些公司能夠在銷售他們產品的時候呢 能夠不要讓人家產生混淆這樣子 讓人能夠認識他們自己的產品或是服務 那商標其實它有很多形式 一般人可能只知道文字 那其實它有圖形還有記號有顏色 它甚至可以是立體的形狀 它甚至可以是動態的 甚至可以是一種聲音 然後也有可能是這些的組合起來的一個形式 那不過當然是以文字最為大宗 文字最為大宗 這也是大家最常理解商標的一個形式 那我這邊現在舉了一些這樣 最近林書豪非常的熱門 他的這個其實已經在台灣註冊的商標 他註冊了兩個 一個是Jeremy Lin 他的英文名字 一個就是Linsanity 就是所謂的林來風 那這個其實他都已經註冊商標 未來台灣之編若是有人要用這些 這些名字的話就必須要經過他的同意 那另外其實像在自由看軟體裡面的 Ubuntu、Linux、Firefox、LXD等等等等 其實有非常多註冊商標的這些名稱 那商標的種類有團體 有一般的所謂的商標 可是還有證明標章、團體標章 還有團體商標 我最近在秀幾張圖 這個是一個台南市白河鎮的農會 他們是為了要證明說 他們的簾子是產自白河簾子 就是產自他們白河區的簾子 所以有一個團體的商標 他們有可以讓消費者的辨識說 這是白河簾子品質很好 賣出去到市場上有品質保證 這是 所以其實可以有這樣子一個 所謂的團體的商標 那這是農會的 那這個是所謂的北投的溫泉 夯花的一個證明的標章 它是具有證明的效力 那可以證明說 現在外面市場上 大家可以買到那種泡的溫泉粉 它裡面就是證明說 若是裡面溫泉粉是有包含來自北投溫泉 他們的裡面特定的沉澱物質 那達到一定標準 符合他們標準的話 就可以寫說 這個是來自有北投溫泉湯花的泡湯的粉 那其實這個是任何公司都可以去申請的 這是一個證明的標章 那另外像這個是 這個是台北 台灣的綠建築的發展協會 這是一個團體的標章 它是證明說 一旦有這個logo出現 就是這個綠建築協會 他們相關的成員 或者他們的活動 那有一個區別 讓人家辨識的效果 那另外其實 像在資用開人領域 非常有名的這一個 這個單位的 Open Source Initiative OSI 這個在Ant 小峰之前演講 簡報裡面有提到的 那其實他們的這個logo 也是有註冊的 一旦是他們 他們都是向這個組織申請 這個license要合可的話 合可的這個license 那一旦他們這個相關的軟體 或者產品就可以打上這個OSI這個logo 好 那註冊商標 我們大概知道商標是什麼 是什麼之後 那註冊這個商標之後 可以有什麼用呢 那第一個當然我前面講過 商標最重要就是區別嘛 好 那區別產品跟服務 它可以防止人家混淆 或是有難以區別的狀況發生 一旦真的有這些混淆狀況 區別難以區別的狀況發生的話呢 那商標這個整個法律機制 就有一個保護的機制可以啟動 那這個機制 其實我在這邊非常簡單的 就是分兩點來講 第一個就是說 其實商標其實第一個 你若是要用別人的商標 就是要取得人家的授權 就是要去民視的授權 這是第一點很重要 第二個講說沒有去取得授權 卻去利用到別人的商標的話 商標權人他是可以有這個權利 能夠去採取一些措施 去防止這個他的商標被混用 或是去除去已經被混用的 這個商標的狀況 甚至他會請求對方一些賠償的金額 那在比較嚴重的狀況之下 會有刑事懲罰 那商標的保護的一些前提要件 以台灣的法律來說 主要的很簡單的 我只提兩樣 細部的不講 第一個就是你要有效註冊 第二個他有個時間 十年之後你要去延展一次 沒有延展的話就會自動的失效 所以當然是你要有效註冊 這個商標才可以 可是當然他有一些例外 那第一個就是說 其實身為我們一般的使用者 不是所有的商標 一旦你去用了 或是用了他這個商標的文字 譬如說Ubuntu Linux 你用了他的文字 其實你就侵權了 或者說你真的是用了 Geremy Lin的名字你就侵權 不是 他也有合理使用的概念 通常就是你只是單純的描述 譬如說軟體描述 我這個軟體是在Linux上面發展出來的 可以在Linux上面跑 這樣子一種描述性質的文字 其實就是不會侵權的 或是說像新聞報導 他只是在報導說 林書他註冊Geremy Lin這樣子的 一個商標化 這項這些新聞報導 也都是屬於合理使用的範圍 並不會造成侵權 另外一個從這個標誌商標的使用者來說 其實有個概念叫著名商標 這是一個比較特殊的概念 有些著名商標即使他不需要去註冊 他也可以受到法令上面的保護 我這邊先舉一個簡單例子 這雖然是個註冊商標 可是我覺得還滿有趣的 尤其是最近的 就是UCC 我這個是從那個PC Home的商店街上面 進入UCC去搜尋他的商品 然後結果出來有幾筆 中間我看到UCC不是咖啡嗎 怎麼有腳踏車呢 我再點進去一看 真的是個UCC環球單車購物館 然後還有腳踏車 他那個腳踏車圖片上面 UCC那個logo其實真的跟UCC咖啡很像 其實我會滿好奇的再去找一下 說難道真的是那個UCC咖啡 開始賣腳踏車了嗎 再一查其實那是另外一間公司 他們是註冊真的是來賣腳踏車的 跟賣UCC的那個日本的集團 其實是無關的 是兩間不同的公司 可是因為他們的logomark 在實際的使用上太像 都是UCC協定 會很容易引起誤會 那不過這樣子一個case 其實最後會產生的 照原來來說這個case 其實應該不會產生一些法律的徵送 因為法律上面他就規定說 商標其實原則上 你在不同的產業行業別的話 你是可以存在同樣商標名稱的 譬如說我們知道長榮航空 可是其實有長榮家具 這個是並存的沒有問題 然後或是像鴻海科技 這派有名的 可是其實有鴻海徵信社 大家在公車上面拱到都可以看得到 那另外我很喜歡 舉例是橘子工坊 我常常上網要找橘子工坊的那個 訂購單的時候 一不小心就會進入到那個 永鳳魚集團的那個橘子工坊的那個 環保清潔產品的網站 這個也是相同的名字 可是因為他們產業別都不一樣 所以說其實他們都可以相安無事 而且對於一般的消費者 市場上消費者來說 那其實我知道 那是兩個不一樣的東西 沒有產生混淆之魚 可是像這個UCC的自行車 還有這個UCC咖啡 其實UCC自行車 它這樣子一個狀況 它有造成人家混淆之魚 有可能好像是要去佔UCC咖啡的便宜 然後來打它自行車的知名度 因此其實這個case 已經有在法院提起訴訟了 那前一陣子一直 大概好像有二審 有判決納 但目前我也是UCC勝訴 因為它的這個 它主要主張的就是說 因為它是很有名的一個著名的商標了 所以其實是不同產業別 一個是腳踏車別 一個是咖啡那種食品業別 可是他們還是可以跨過來說 你的腳踏車 UCC腳踏車的商標 會影響到這個咖啡 UCC咖啡的商標 因此它要申請說 讓它去撤銷這個 UCC腳踏車的這個商標的註冊 那不過case好像還會繼續打下去 最後不知道會怎麼樣 還滿有趣的 好這個就是在著名商標的一個概念 那著名商標 大家在網路上有時候還會看到 叫著名商標 或是英文它會叫 Well-known trademark 或是叫 Well-known mark 就是單純的叫做著名的標章 那在我們台灣的著作 的商標法 有一些相關的保護 當然就是說 簡單來說就是 不可以有一些混淆啦 或者說減損到其他這些著名商標的一些 名稱去註冊成為其他的商標 那另外呢 就是說 講說 也禁止說別人去拿 這些著名商標的名稱 來作為公司的名稱 商譽 商號 或是團體名稱 或是網譽名稱 等等等等 那這個網譽名稱 其實在現在這種數位時代的網路其實還滿重要的 簡單來說就是像剛才UCC咖啡的話 你可能就沒有辦法 那麼簡單的就去網路上去註冊一個 www.ucc.com.tw 因為這個是人家的著名商標 就有可能會侵害到別人的商標權 好 那大概介紹完一下這個商標的概念之後 我們來看看 那商標在自由開源軟體裡面 到底是怎麼樣子呢 其實自由開源軟體裡面 商標的運用其實還滿廣泛的 那最主要是因為自由開源軟體 它主要特定是自由 程式碼自由修改散佈還有研究 那商標的話其實你只要拿掉就好了 你一樣不會 它不會影響到開發者去研究 還有使用這些程式碼 不會影響到這個程式碼使用修改散佈 因此其實商標的運用相當的廣泛 像這些就是註冊的這些自由開源軟體的商標 好 那這些商標呢 他們其實當然 這些商標背後所代表的軟體 他們都會用這些 剛才前面小峰提到很多的這些自由開源軟體 授權條款來授權 那我們來看一看 因為條款裡面會是怎麼樣規定 大部分就兩類 第一類 像GPL2.0、3.0這樣子的授權條款 它其實沒有提到商標的規定 幾乎沒有 在GPL3.0裡面有一些類似 有一些相關的規定 有一些相關的規定 在原則上它沒有商標授權的規定 那既然沒有授權商標出來的話 其實就是沒有授權 那另外一種呢 是像APACHE 2.0 或是NPL2.0這種 它有講 它會講清楚 因為它會擔心有人說 沒寫有關商標規定 它就以為有人就會直接拿去用 所以它就直接寫明說 我就是沒有授權出來 所以像APACHE 2.0的話是這樣子 NPL2.0也是 所以像Firefox、Mosita那些商標 然後其實使用上面都要注意 它有它的規則 那這些既然授權 這些自由開設軟體的授權條款 上面就是它沒有授權商標 可是它們其實又註冊商標的話 所以我們若是要去用到 這一些Logo商標的話 就要去看 它們都有另外的使用規則 像Android它就有一個頁面 講得非常的清楚 它連它的小綠人都講 然後還有它這個Droid的Logo 還有Android的Logo要怎麼授權 這邊都有寫 那你若是在Android的平台上面 開發的這些APP的話 這些程式的話 你應該要怎麼樣標 它這個網頁上面 都有寫得非常的清楚 大家有空可以上去看 那另外像Mosita的話 它們有它的Trademark Policy 這個還蠻長漏漏的那樣很香氣 不過大家看到這邊就會想說 那這樣都是商業公司的 的確 我剛講這些其實有很多 都是商業公司在背後支持的一些軟體 那它們註冊商標 一方面要保持它們的軟體的聲譽 不要被人家誤用了 品質還是維持在那邊商標 商譽是好的 那另外一方面 它們有可以收取這些商標的授權金 有這樣的一個商業模式的運作在 這是一個原因 那講到這邊 大家就會很害怕說 那我們這些社群朋友 其實我們平常辦活動 用這些什麼用它們的軟體 或是Logo的話 那不是就會有問題嗎 其實不用緊張喔 因為像這些自由開源 自由開源軟體裡面的這一些很多的軟體 它的商標大部分都是 當然有商業授權金的一面 另外社群使用的話 有很多它們都是可以自由使用 免費使用的 譬如說辦活動印了T-shirt 然後上面印了很多不同的軟體 自由開源軟體的Logo 或是圖案這個OK 或杯子的圖案 或是你要做小磁鐵海報 這一些原則上很多都是可以的 那若是你不確定的話 就去問一下 通常社群的活動 這種非營利的 非營利的社群活動 通常都是沒有問題的 非營利 好 那我們大概在前面很快的看過這些內容之後 就回到了說 那我們在場每一位 那我們應該要怎麼樣態度 還有用什麼樣的這個 我們要怎麼樣面對商標 那我這邊會分兩類 講說是一般的使用者 就說我們只是要用這些 有商標的這些自由開源軟體的話 用別人的程式的話 那我該怎麼辦 第一步先不要慌 那就是 因為不是所有的Logo 它都是註冊商標 意思也就是說 不是所有的這些自由開源軟體 它的那些象徵的圖案 都有註冊商標 那有的有的沒有 所以這個要先搞清楚 那若是說有註冊商標的話 當然就是 就要遵守人家商標這個使用的規則 那若是沒有的話 那當然你可能也不清楚 總之就是先問一下 好 那第二個就是一般的描述性 我前面講過 一般的描述性 或介紹性的文字 屬於合理使用的範圍 這些其實也都不會去 落入到侵權的範圍 第二步呢 假如說你真的是用到了 你拿了一些其他的 這些元件或是軟體 然後修改之後 放到自己的程式裡面 然後你可能也需要去 做一些另外的運用的話 這個時候你若是擔心說 又會觸犯到別人的商標 然後侵權的話 最好的就是 你把那些Logo都改掉 全部都去掉 修改他人的程式之後 在散佈的時候 我們只要重新把程式 重新命名去除原有的Logo 那就可以了 這個是一個很有名的例子 Firefox跟Ice Weasel 而在Debian系統上面 他的瀏覽其實是Ice Weasel 那這其實他主要 還是是拿Firefox來改的 那不過因為在幾年前 因為一些他們在商標政策上面 對於自由這個概念上面 理念有一些不一樣 還有一些在開發上面的 一些方式的奇境 所以那最後Debian社群 他們就直接 Rebranding了 重新把這個整個 Firefox的Logo拿掉 然後改成Ice Weasel 所以 不過其實基本上 這台瀏覽器 大體上是一樣 只是名稱不同 這個其實就是一個很好 這個所謂的 你把Logo去掉之後 繼續利用的一個 自由開源軟體 商標的一個例子 好 那第三點 適當的說明不是侵權 這個是再次強調 因為有些人就會想說 那我改了別人程式之後 再去利用的話 然後我裡面有一些說明 那我應該要怎麼辦 那其實 像我跟我同事 常常都會說 你修改別人程式之後 你當然要寫一些 你的一些授權的一些聲明 那裡面你就要寫得很清楚 最好是 你是改了哪一個程式的話 要寫得很清楚 像我這邊一個例子就是 我自己的可能一個程式 就是叫LFC啦 然後1.0 那我就會寫說 它是 derived from the Converter version 3.0 more information about Converter 3.0 is available at b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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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邊我其實有用到別人的程式 就是叫Converter 那這是我用別人的 可是因為這是描述性的一個文字 所以它不會落入到侵權的範圍 所以大家若是像這種描述性的這些文字 把Credit回饋給其他的開發社群 大家都可以盡量的寫 這個是沒有關係的 大家不用害怕 好那第4個 那需要注意的是商業性質的軟體 那講話說真的是像碰到一些 可能背後有商業公司 像其實無邦土 它背後是有Canonico 這樣一個商業公司在支持 那像Firefox、Mozilla 這一些的軟體 他們其實背後是Canonico 這一家英國公司 他們在支持的 那這一些你可能就要稍微注意一下 最好當然就是 你首先要讀它網頁上面的資訊 讀了之後 你就可以得到一些正確的使用資訊 那如果就是說 你覺得讀了之後還是有問題的話 你就要直接去聯絡他們的公司 或是聯絡他們社群的負責人 看你能夠進一步的怎麼樣去跟他們洽談 然後獲得合法的授權 還有了解更精確使用的方式 好 那我們再把角色轉換一下 如果今天我其實我是 我不是一般使用者 我是開發者 我自己開發了一個程式 那這個時候我要怎麼樣面對商標這個議題 我要註冊還是不要註冊呢 我應該要放任還是說就應該怎麼樣 第一個 假如說你對於自己的程式 你有一些品質的堅持 還有聲譽的堅持 其實這個就二話不說 你就去註冊吧 非常的簡單 你有堅持的話 那第二個 那假如說程式 未來 你去寫一寫之後發覺 好像這個不錯有商機 那準備要商業化的話 那當然這個也很簡單的 馬上即時註冊吧 第三個 我這邊寫 防止不利開發社群還有城市發展的利用方式 這個有點抽象 那我用例子來說明 這個是大概10幾年發生的case Linux商標的糾紛 大家知道Linux大概是1990年是Linux Trovas 那他還是大學生的時候就寫了 而且其實很快就已經揚名國際了 OK我還剩5分鐘 那 可是在1995年的時候 Linux這個商標在美國被人家註冊走了 被一位這個 William Delacore Jr.先生註冊走 而且他在接下來幾年呢 他會寄信給很多的公司 主要是公司向他們說 我現在是這個商標的權利人 我要向你們收取授權金 因為你們用了Linux相關的作業系統 那上面有我的Linux商標 他其實根本不是社群的人 他也跟自由開軟體沒有任何關係 可是他是註冊走這個商標 因此他就開始要索取這個授權金 那在接下來的幾年 那當然後來Linux Trovas才很多公司 他們就開始 所謂政治這個現象 提出了一些措施 1996年的時候 他們Linux Trovas就跟一些公司 就開始對這位William先生提起的訴訟 那在一些Redhead大公司 他們的金援的資助之下 那這個訴訟其實很順利 所謂很順利就是沒有打太久 那他們1997年第二年就和解了 那和解之後 Linux也很順利的 從這位William先生手上 來取得這個商標註冊權利 那這個案子其實照理來說會非常明顯 因為Linux 其實是全球知名的一個作業形容 太有名了 他就是著名商標 他即使Linux Trovas 他本身沒有註冊 可是大家都知道說 他是最原始的撰寫 這個太明顯了 所以這位William先生他的勝算是非常低的 那和解也是很自然 我們可以預期到的一個現象 說到這邊我要再次提醒 這個就是一個著名商標 非常好的例子 他其實沒有註冊 可是他能夠最後有這樣一個和解的一個狀況 其實是蠻好的 那目前現在這個Linux的商標 是委託這個LMI 一個institute管理 然後他不收取任何授權金 可是他需要大家 希望大家能夠去做一些登記這樣子 那這種情況之下就是說你其實沒有 之前Torvas先生他覺得他沒有登記 他只想讓大家自由利用 結果沒有想要有人去做了這樣子的一個 不當的商標登記還有不當的利用 因此他才會想要採取一些措施 假如說他在很早時候 就能夠註冊了Linux的這個商標的話 未來就接下來就不會有這些事情了 所以我前面才會說 就是說防止不當的不利的一些利用 那在台灣LXD這個桌面系統其實很有名 那在前幾年的時候 也曾經有過一些這個小的糾紛 主要是因為社群裡面的那個 彼此之間聯絡沒有談好 那國外的一些社群 有註冊了國外的一些商標 那國內這邊可能不是那麼清楚狀況 不過到最後這件事 其實都已經大家是圓滿落幕 因為最後台灣這邊大概都是已經有 台灣這邊有取得台灣這邊的商標權 然後也有陸續註冊了美國等地的一些商標 那也同時因為國外社群的那些人 他們如此熱心 其實讓LXD這個桌面系統其實是陽明國際 那若是在剛開始大家都談好 那商標政策怎麼樣的話 其實就不需要中間那些誤會了 所以我才說若是要防止誤會 那當一個軟體社群大到一個 大到一個規模的話 其實可能註冊商標是一個可以考慮的一條路 好那防衛性目的 那註冊吧 商標 好 那第四個 想要說你是 軟體其實已經是開發相當不錯了 那我前面已經在提到著名商標 這樣的一個概念 若是說你的軟體已經相當不錯 其實應該要朝著這個 所謂的著名商標來方式來經營 那這個的好處就是說 其實商標它會跟網域名稱有關 若是你的這個軟體的名稱 已經有名到一定地步的話 那甚至在談在這個 所謂的網域名稱談判上面的話 也會講一定的優勢 可以取得你自己想要的網域名稱的機率會比較大 那另外也可以防止他人不當的使用 總之呢多一分嘗試就是多一分保障 能夠少一分的風險 好那我以上演講大概還有說明 大概就是到這邊 最後呢我替我同事廣告一下 今天的這個主持人嘉鴻Richard 那其實他在前一陣子 還有寫了一篇有關這個商標的 尤其是從著名商標角度來看一些 自由開源軟體專案的名稱的一些爭議 那大家有興趣的話 那可以在上我們的網站 來看這篇文章 這裡面談是比較細的 實際上一些問題還蠻有趣的 好那我的這個簡報 有放在我們的網路上面 大家若是上Google去鍵入這個 Open Legal 可以跑走OK Open Legal跟Open Foundry的話 就跑到我們這個一個簡報倉庫上面 打入今天的日期 就會找到我的今天的這份簡報 好那我今天這個 大概說明到這邊為止 我還有時間可以開放問題嗎 現在還剩一分鐘 那我們就開放問題 好 看入 那個麥克風 可能借用一下隔壁 那個 我在參與Debian這個project的時候 常常會遇到一個現象就是 某個網站 他用了Debian的這個 logo 那其他是有註冊商標的 那常常會提到就是我們要採取一些行動 不然會喪失這個 使用這個商標的權利 那到底具體上採取什麼樣的行動 我們才可以到時候說我們有在保護我們這個商標 當然 第一個就是寫email contact 通常我會建議啦 就是先透過私底下社群的方式 就是email方式跟他解釋說 這個是我們Debian的商標 那您這樣使用 可能跟我們Debian的一些的 這個社群的原則不是那麼樣相合 那看我們能不能一起來討論一下 有沒有什麼樣的方式是我們 你們也可以用得很好 那也可以是符合我們原則的一種方法 這是第一個啦 那 假如說社群之間 就是說彼此之間溝通還是不行的話 可能會需要去找專業的商標帶人 再來討論接下來要怎麼樣來處理 嘿 這個其實原則上大概就是這樣子 OK 好 因為今天會議的時間 待會兒還有Lighting Talk 所以說目前我們今天就先進行到這邊 那我們就謝謝東媒為我們這個演講 謝謝 謝謝 後續有問題都還可以前面來這邊一起討論 OK 謝謝 謝謝 好